這個報導來自美國之音 其實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見到過 就是史洛登 Edward Snowden 得到了俄羅斯公民的資格 現在他是一個俄羅斯公民 不過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 就嘲諷說他可能會被精兵去烏克蘭打仗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史洛登被精兵去打仗的話 你不約就糟糕了 因為這是一個網上的高手 以他的能力 如果走了俄羅斯幫助俄羅斯打仗的話 情報方面他就差不多一手包辦 亦都可以有辦法發佈假情報給北約 美國之類 我想你們都很頭痛 所以千萬不要希望他真的成為 被徵召入伍 成為特種兵 這個特種兵不是說 體力很好 走前線做得很危險的工作 而他有專長 他的專長就是 可以拿到情報 包括美國的情報網絡 我不知道為何美國國務主義會這樣想 提醒俄羅斯 咦? 是呀 找下斯洛登入伍 有好處